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故事就在今晚的台湾故事会 敬请收看 台湾故事会告诉您不知道的台湾 亲爱的朋友 我是老邓邓志宏 I was Austin 我是蓝鸟 今天咱们哥儿沙子来说个非常了不得的人物 谁啊 谁啊 横跨三个世纪 蒋宋美龄 没听过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呢 那你们知道谁啊 你们 我只知道第一名我 灵之灵 真是的 没出息 我也只知道侯亏臣 没出息 请看今天的主角 蒋宋美龄 亲爱的朋友 这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 影响深远的蒋宋美龄 在大陆时期的蒋宋美龄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 现在老邓要说的 那是蒋宋美龄在台湾 1949年蒋宋美龄跟着战败的蒋介石一起到了台湾 但是仍然是蒋介石的核心人物 是他的左右手 话说1965年蒋宋美龄贤命到华盛顿访问 那么和美国的总统沾身秘密的会面了 当时听说是请美国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借着越战的机会 美国好像没答应 但这事到底是真是假也没人知道 但是蒋宋美龄的地位不言可遇 1973年蒋介石身体渐渐比较差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对蒋介石的身体有很多的揣测 蒋宋美龄就安排了蒋介石在最小的孙子 蒋孝勇的婚礼上公开露面 然后呢巩固领导中心 大家别慌 老先生没事 1975年蒋介石的身体更差了 这个时候美国在台湾的代表叫马康卫 正要回美国去 这个时候在蒋宋美龄的坚持之下 在士林官邸就安排了马康卫觐见蒋介石 这个要粉碎蒋介石身体不好的谣言 当时宋美龄以他流利的英文掩饰蒋介石的龙体欠安 但是这天底下哪里有永久都不走的人呢 蒋介石东玉是走了 然后在美国的孔祥西的长子叫孔令坎 急急忙忙的回到台北准备用力 蒋宋美龄的夫人派大家一起拱蒋宋美龄当中国国民党的总裁 但是遭到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当时那个叫张宝树的强烈反对 召开这个中常会修改党章 然后呢把总裁这个称号永远保留给蒋介石 让别人不准在右 以后呢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领导就叫改名要叫主席 他们就用力了蒋经国担任国民党的主席 同时也是中央常务委员会这个主席 那么这下子蒋宋美龄可就非常尴尬了 哎呀他没想到来到台湾搞政治斗争 蒋宋美龄本来也就是各中老手并不陌生 但是没想到竞争的对象竟然是自己的儿子蒋经国 这下母子关系跌到边点 咱们进一段视频瞧瞧 蒋宋在生前多次叮嘱蒋经国 要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宋美龄这个母亲 因此重大决策之前蒋经国都会咨询宋美龄的意见 两个人彼此尊重之下 一指母子子孝相安无心 1979年宋美龄反对台湾关系法 但蒋经国坚持实质外交 尽一切努力维持美国的关系 宋美龄和蒋经国之间的关系 表面上他们是维持母持直效 但这两人没有血缘关系 这个国民党战败到了台湾 蒋经国就在爸爸面前就利剑 这个在台湾的国民党绝对不能再用孔祥熙宋子文 陈立夫陈果夫包括他们的党羽 燃止国民党政权 基本上蒋介石是答应了 然后呢夫人在这方面等于实力就被削弱了 是吧 这一次宫廷之争 蒋介石过世 蒋宋美龄失去了大权 然后远走美国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但是你以为他就此就离开政坛了吗 未必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1986年 宋美龄以参加蒋介石百年明诞的名义 回来参加活动 然后呢就呆了下来 一直是大家纷纷猜测 太后要付出了吗 哎呀1988年 1月13号蒋经国突然间过世了 这个时候 一场权力斗争又展开了 这会儿呢 蒋宋美龄最不喜欢看到的一个局面 就是国民党的政权要交到 台湾人李登辉的手上 一场腥风血雨的斗争 鱼烟展开 蒋宋美龄知道 挡住李登辉 做领导 那大概是挡不住 但是呢 中国国民党党主席不能交给他呀 于是乎在中常会上就发表演说 老干新资 是吧 我们来看他的演说 1988年7月8日 国民党召开13全会 正式选举李登辉为党主席 蒋宗美龄在李登辉的陪同下 列临会场 由李幻 戴维宣读了老干新智的谈话 提醒众人 当思前人重树 后人成良 不要忘了党国前辈的贡献 他离去前 几度回首相与会人士道别 在掌声中 缓缓走出会场 也走出了台湾的政治舞台 走出了这里的风风雨雨 这场斗争 老干新资 姜是老的辣 酒是陈德乡 但这会儿不灵 蒋宗美龄算是败下阵来 因为在中常会上 本来是说党主席 暂缓推举任何人 但是呢 没想到 蒋经国生前 一个重要的幕僚 叫宋楚瑜的临门一脚 把李登辉推上了主席的宝座 请看宋楚瑜 对当年的这一段 他是怎么说的 这份族群的 大家都支持李登辉先生 希望他能够了解得到 台湾民众最关切的 当前的问题 是把经济办好 历史给了 李登辉先生机会 但是李登辉先生 有没有给台湾人民的经济上的最大的空间的机会 我们大家都有答案 话说 蒋宋美龄和李登辉之间的斗争 哎呀 这蒋宋美龄败下阵来 鲨鱼而归一声奉献给国民党 最后国民党竟然违背他的理念 所以说只好又回到纽约去过他的晚年 再也不过问台湾政坛任何事情 咱们先来说点比较有趣的一些小弊病 听说蒋宋美龄喜欢听鬼故事 蒋介石公务再怎么繁忙 睡觉之前总得说说鬼故事 让蒋宋美龄听听 同时间他们夫妇俩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 接下来的视频您得注意看 蒋介石的爱记是从结婚前一年 一直记录到民国三十二年开罗会议结束 最有名的就是结婚当天的这段话 今日见无期三三而出 如云飘狭落 平生未有之爱情 以此一时间并现 不知于生至何处已 很有情爱的一段话 在他自己头写出来 甚至我在爱记的时候 看到一段比较有趣的 十二一号结婚时 结果十二月二号 他整天都在新房没有出来 蛮有意思的 他甚至在他日记上写说 乃之兴奋之甜蜜 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拟的 结婚时的甜蜜一览无遗 解读蒋宋之间的夫妻生活 陈晶晶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就是两个人很喜欢在睡前讲鬼故事 他晚上在跟夫人睡觉前 他们甚至会谈谈一些 讲一些鬼故事 那他在里头就讲说 跟夫人讲一些鬼故事 所以他可以来排遣 这个就可以一足一千 可以来排除他这种苦闷无聊的情形 作为军事强人 蒋介石的左右手 也是他的妻子的蒋宋美玲 在抗日期间 他曾经到美国国会去演讲 争取美国的援助 可以说是在外交上曾经打过很辉煌的战机 同时他外表看起来非常的坚毅果敢 但是内心其实还是个小女人的世界 他喜欢什么颜色各位您知道吗 Pink Lady 蒋宋美玲对于粉红色相当的迷恋 这迷恋到什么程度呢 经广告回来告诉你 台湾故事会 我是劳邓邓志红 今天给您讲的是蒋宋美玲 前面说了他喜欢粉红色 对粉红色风魔到什么程度呢 进视频 揭开后子湖的神秘面纱 从浴室间就能一窥蒋中正和宋美玲的生活点滴 由于夫人的受尔是西式教育 因此作风也是相当洋派 就连这个浴室呢都是一人一间 那么这一间呢就是蒋中正的浴室 由于它是这个军人个性 因此喜欢简约的风格 因此整个浴室使用的是白色系 而走进这个夫人的浴室一看呢 透过画面就可以看到 夫人则是非常的喜欢粉红色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浴缸以及马桶 都是使用浅浅的粉红色 你能想象吗 在世人眼中总是给人坚强 独立形象的蒋宋美玲 居然是这么样的偏好粉红色 从瓷砖到吊架浴缸 就连马桶都充满浪漫气息 夫人当初的一个卫浴的建材 都是从香港来引进的 那其实它整个色调就是粉嫩色系 让人家感觉很浪漫很稀化 这马桶都是粉红色的 你看看多么罗曼极客呢 所以说蒋宋美玲 有她小女人的一面 据说宋美玲女士 每天都得化妆 不化好妆不梳好头 她是不会下楼来见人的 这个听说呢 连蒋介石都很少看到她的素颜 很少看她卸妆的模样 不仅是化妆 女为悦己者容 很注重身材 保持她的好身材 这个体重每天都得量 只要稍微有点变化 马上换菜单 绝对不让自己的身材走样 而且呢 她喜欢吃有骨头的食物 纯肉她是不吃的 她喜欢吃鸡爪子 鸡翅膀之类的 能够啃的那种 是吧 虽然她一生就受了西方的教育 但是呢 她穿着 她喜欢穿旗袍 把她这个窈窕的身段 给展露出来 可见虽然是受西方教育 但是呢 心系中国 作风是非常中国派的 2003年10月 蒋送美玲终于在美国过世了 有人这么形容 她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东区 那个高级公寓里 过着什么样的晚年呢 18个房间 24个庸人 供她使唤 还养了三条狗 那么这个家里经常煮这个好吃的中国菜肴 但是呢 菜箱飘向户外的时候 引来邻居的抱怨 美国前总统 罗斯福总统的夫人 对蒋送美玲是这么说的 言必称民主 民主讲得漂亮 但从来都不知道去实践民主 那蒋送美玲最大的缺憾 老邓我认为 她受了西方民主教育 却不知道 她那个独裁专制的丈夫 她应该去发挥一点点的影响力 实在是太可惜了 当然更令人觉得可惜的是 宋美玲不写回忆录 也拒绝接受口述历史 所有的恩怨都随着她的过世 埋在过眼云烟当中了 哈喽 奥斯林 怎么样 蒋送美玲的故事 哎呦 我也跟她一样喜欢 整红色 是吗 我家伙那箱子全漆成整红色的 干嘛呀你 哪天林志玲来了才知道 我也是个罗安提克的小男生 你吃饱了撑起来 台湾不是为 我是老的 我老的老师 拜拜 拜拜 我要人红色的拿红 嗯 你等着吧